他能不能打我还不知道 他真的很能吃 他吃了十碗茶烧饭的 你当过兵啊 阮文少时期 南院特种部队是九元上尉 怎么称呼 叫我龙武 让我吃饱饭 我帮你杀人 他一天吃我一碗饭 还帮我杀人的 那你一天吃我十碗饭 我帮你杀十个人 听到龙武说要帮他杀十个人 小七一脸不信 他还以为龙武是在和他开玩笑 下一秒 龙武突然站了起来 原来他远远听见 有人准备过来闹事 对方正是他在熟悉不过的毕哥 话音刚悟 龙武一个人走了出去 他赤手空拳 却在几分钟的时间里 将对方的小弟一网打尽 接着 他把唱片掰成两半 在毕哥准备砍他时 精准地敌在了毕哥的脑门上 打完这一仗 小七对龙武心服口服 为了表达感谢 他带龙武去吃了鱼吃 之后又带着他去赌场找父亲 此时 父亲正和几个老朋友坐局坑前 被坑的正是这个喝得最熏熏的老头 借着酒精 老头一连被骗了五十万 他迷迷糊糊 说自己已经看不清牌 便把干儿子高进叫过来替他玩 不过这个矛头小子 看着竟比老头还不靠谱 糟了 我忘了哪张是底牌了 可不可以随便抽一张 可以 高进手里是六七八十 只要底牌是九 就可以组成顺子 而小七的父亲手里是两张G 他自信满满 又往上加了两百万 请问三条大还顺子啊 三条赢顺子 顺子赢了对 接着高进看了眼底牌 直接加了五百万 几个老狐狸 看他胸有成竹的样子 不敢再跟 全都选择了放弃 这是高进才揭开了底牌 在一旁观战的小七还以为 这都是高进运气好 但龙武却看透了一切 高端的猎兽 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高进连带着那个罪鬼老头 都是在扮猪吃老虎 此时 排桌上的几个老狐狸 还不知道自己被骗 想把钱赢回来 可这时 男人却突然抽出钱 说是心脏病发作 想赶紧回家吃药 拿上钱就离开了赌场 说了几百万 赌场主人咽不下这口气 他派手下跟过去杀掉高进 小七见状 赶紧叫龙武也跟着过去 你知道那个该打 那个不该打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还能看到流鼻血 不过 小七还是担心过多 高进三人兵分两路 早就甩开了身后的追病 只有身手不凡的龙武 跟上了高进的脚步 把本票拿出来 陈伯 在屋子里 我已经看得出来 你比他们棒多了 只有你一个人跟得上我 有人叫我不要伤害你 额头有块疤的女孩子 我会把本票给你 二十秒之内 打不到你 我马上走 连在地铁里展开了对决 但却没能在二十秒内 分出胜负 龙武遵守约定 放了高进一马 再打下去 我一定输给你 我叫龙武 我叫高进 等高进回家时 老头早就回来了 原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头 而是传说中的千王进先生 高进则是他的徒弟 而除了高进以外 进先生手下还有两名高徒 云用口水迷失头发 小心探紧银钟里 没想到 钟里的底牌 竟被这根头发推到盆边 下一秒 牌就落了女人手中 已经做了 你开中看看 底牌呢 他叫阿青 不但会偷牌 还能用头发把牌放回去 这就是千王进先生 交给他的绝技 除了他 进先生手下还有两个徒弟 一个是擅长给牌下记号的高傲 一个是擅长运用心理战术的高进 三人当中 进先生最看重的就是高进 他知道香港最近要举行一场比赛 赢了就能拿到独神称号 为了让高进取得更高的成就 金先生便高进参加 但高进毕竟还是晚辈 他想到比自己来得早的师兄 太迪 那奥哥怎么办 他只是你的副车 我让他参加呢 只是想在决赛时 桌面上多一个自己人而已 很快到了比赛那天 师兄妹三个都来参加 凭借着高超的赌数 三人很快就入围了决赛 晚上 高进和阿青在房间里聊天 他们两人情投意合 计划赢了比赛就去举办婚礼 这时 高奥突然闯了进来 其实他也一直喜欢阿青 可自打高进来了以后 不仅阿青忽视了他 连锦先生也把他遗忘 总是让他做高进的陪陈 我们就像兄弟一样 除了阿青 任何东西 我都可以跟你分享 我不要你假人假意 我不要你的施舍 总有一天 全世界都会知道 我高奥才是赌神 我不会输给你的 我一定会赢你 等到决赛哪天 师兄妹三个按时到场 小七知道高进要参加比赛 也带着龙武过来观战 今天买高进 他抱你长长进 按照晋先生的计划 阿青率先下场 准备偷换底牌 而高奥则需要全力解决其他对手 让牌桌上只剩下自己人 最后再退出比赛 让高进胜出 很快 师兄弟两人就拿下了对手 如果计划正常实施 赌神称号已经属于高进了 但高进怎么都没想到 在中场休息时 晋先生竟然找到了他 要他停手别再跟高奥争 高进很不理解 当初是晋先生要他来选赌神 却在最关键的时候叫他停手 你忘记我曾经跟你说过 赌术高手一定要低调的 赢钱才是我们的目的 这是高进才恍然倒 原来晋先生偷偷在外面设了赌局 押的就是高进术 从一开始 他就没打算让自己赢 但高进不想就这么放弃 他向晋先生承诺 只要当了赌神 日后会赚更多的钱给晋先生 晋先生见高进这么坚持 只好答应下来 可高进还没来得及高兴 晋先生便掏出兜里的口红枪 击中了高进的脑袋 高进被送进医院抢救 在这段时间 高奥拿到了赌神的称号 还和阿清结了婚 抢责了属于高进的一切 索性高进在医生的抢救下 保住了一条性命 这段时间 一直是小七和龙五陪在他的身边 在他的照顾下 高进终于苏醒过来 可他第一夜 就看到了高奥和阿清结婚的消息 这下高进直接崩溃 整个人陷入自闭 不再和人说谎 还因为受到的刺激太阳 失去了味觉 他心烦意乱 一连几天都没有吃饭 这让小七操碎了心 为了让高进保持体力 龙五拿起一块巧克力 强行塞进了高进的嘴巴里 你不是怎么报仇啊 吃啊 没想到 吃到巧克力以后 高进竟然自己咀嚼起来 就这样吃下了一整盒巧克力 原来他吃就是有点苦的巧克力 才有味道啊 解决了绝食的问题 高进的危机却还没有解除 现在外面都在传 说高进还活着 龙五担心这个消息让高傲知道 会派人过来斩草除根 所以几人便带着高进隐居乡村 小七把高进照顾得很好 每天给他洗澡 和他说话 还总劝他想开一点 话说回来了 如果一个月以前 我要是你的话呢 我都想死 又不能动 又不能说 比坐牢还要惨呢 如果就这样过一辈子 我宁愿有人拔了我的氧气喉 幸好你福大命大 你很快就可以像以前一样了 连老天都在帮你 你没有理由不爱自己的 对不对 如果把你的头发往后梳 会比像亚兰迪伦那么帅气呢 很臭啊 什么臭啊 法拉很臭啊 这是两个月的时间 高进说的第一句话 他也终于想通 明白谁才是真心为他好的人 为了这些人 他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过高进现在并不安全 高奥一直派人监听他的行踪 得知高进恢复了政策 他第一时间赶过来找查 我见过你的终枕医生 他说你算走运 十万次也没一次像你这样的进步 阿清 你想见嫂子 这时的阿清已经怀了高奥的孩子 高奥借机向高进炫耀 这个举动狠狠刺激了高进 当场陷入了婚 等高进再醒来时 他的病情又一次加重 所有的行为都像小孩一样 高奥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 他最近要准备一场国际赌神大赛 只要没有高进 这场比赛他一定能赢 但他也担心高进会出现在赌场上 他的担心并不是没道理的 小七这边果然在想办法 让高进参加比赛 可这个比赛必须要地区代表 才有资格参加 还没等他想好对策 高进就被一群黑衣人抓走了 龙武猜测 这都是高奥派人做的 他知道第二天 高奥要去参加赛事主办方举办的招待会 于是连夜赶了过去 不要打了 干什么 想打人 哑巴 这是文明社会动口不动手 我要教训这个下流下贱 猪脑人渣 缺少教养的社会败类 我替你妈惭愧 身头猪比身你好 你这个无耻的东西 就连一向能动手就不动口的龙武 碰到像高奥这样的人渣 都忍不住骂他几句 不久前 他的好兄弟高进被人抓走了 他怀疑就是高奥做的 不过这次 他的确是误会高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迟到了 我不会再令大家失望了 原来高进早就知道高奥在外面监听 避免他使诈 才不得已隐瞒所有人装成疯子 在这段时间里 他偷偷写信给澳洲赌场 让他们指定自己为地区代表 参加比赛 明天就是比赛的日子 为了不让高进有机会出手 金先生派出长威 到高进的住处暗杀 长威武功高强 没一会儿就解决了别墅里的保镖 此时龙武正在浴室洗澡 他察觉到外面有些不对劲 果然下一秒 两个人冲进浴室 对着浴缸一通射击 不过龙武早就已经不在这里 他从窗户跳出浴室 解决了屋外的杀手 还借着对打工具 给自己抢了一套衣服 而这时 高进已经被杀手盯上 他叫小七快跑 同时甩出飞盘打倒杀手 接着去找龙武会合 可却没想到 小七竟被长威抓住了 火鼠三声 你们债不出来 我就推他下去 为了救下小七 高进走了出去 同一时间 龙武飞身而出 用飞刀刺中了长威 长威大叫一声松开手 小七就这样掉了下去 悲痛之下 高进和龙武同时出手 很快就解决了长威 他们把小七送到医院 可他受伤实在太重 医生诊断他成了植物人 醒来的机率为零 高进想到小七曾经说过 如果有天他成了植物人 你也选择离开世界 所以决定帮他完成心愿 我说会一定会为你 收一次头发 虽然你现在看不见 但是我答应过你的事 我一定会做 向小七告别以后 高进关闭了他的氧气管 让他在自己怀里 离开了世界 带着小七的期盼 高进走进了赌神大赛的赛场 看到潮人靳先生 高进想到他的眼神根本藏不住 但靳先生丝毫不慌 他早就给高进设好了局 他安排一位老朋友坐在高进的身后 朋友名叫九叔 虽说瞎了一只眼 但另一只眼却一场敏锐 能轻松看到排名 靳先生知道 高进有先排脚看排的坏习惯 所以就让九叔偷看高进的底牌 再传给高傲 奇怪的是 一连二十局 高进都没有选择家主 其他选手的钱 全都被高傲赢去了 而在第二十一轮时 九叔却因为用眼过度 已经看不清高进的底牌 这时高进才选择家主 为了求稳 高傲不再跟住 让高进赢了一轮 而到了下一轮 九叔已经恢复了势力 他看到高进的底牌是红心时 把信息传给了高傲 高傲的牌没有高进的 他打起了退堂股 可靳先生却暗示他继续跟 高傲也只能照办 现在他还有三千万美金的资产 可以继续加住 但高进这边已经没钱了 他去和澳洲投资方协商加钱 可对方也没有多余的钱给他 紧要关头 阿清站了出来 这里是三千万美金银行本票 我支持高进 高进 你不用管我 这三千万是我支持你的 我不会再忍他了 没有注意 下回去 有了资金支持 比赛继续进行 看到阿清站在高进那边 高傲彻底上打 他把自己的一双手加进赌绝里 谁要是输了 就得当场砍一下双手 高进当场答应 到了开牌的时候 高进信心满满 可翻开之后才发现 底牌变成了黑桃印 在整个赌场里 能做到偷换牌面的只有阿清 原来他一直都是在高进面前演戏 现在那张红心时 想必已经到了高傲那边 组成了铜花树 看到这个结果 高傲十分满意 他一把掀开底牌 却发现自己的底牌变成了梅花三 原来高进早就知道 九叔在身后偷看 可惜他技高一筹 事先准备了一堆牌角 所以他的底牌不是红心时 而是梅花三 顺利骗到了高傲 现在高进的牌是三张二 而高傲的牌只有一张一 按规则是高进营了 高傲必须履行承诺 砍下自己的手 他向金先生求救 可金先生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这一刻高傲彻底崩溃 他拿起斧头砍向金先生 金先生想用口红枪反击 却不知道自己的枪 已经被高进的人偷偷吊包 就这样死在了高傲的手下 而高傲也因为杀人的罪名 被送进了监狱 就这样 高进拿回了属于自己的赌神称号 之后在江湖上 经常能听到有关他的传说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